要不是你们就是这个段位的 你怎么可能第一把就遇到 就知道我呢 我刚回来了各位 标题 直播标题好像都没改 卧槽 我一会打完这把把标题改了 这把游戏好像我还看到一个王者 这把格温是王者 他们 活不长了 你的鱼肉 毫无依赖 卡5个小兵 让我漏了个刀 怎么说兄弟们 预测一下主播这把杀多少个 已经在期待我在杀人数了 他们的阵容我看一下 老鼠 小炮 暴女 轰女 5脆皮啊这个 这把如果队友能帮我过渡前提的话 我觉得我起码杀20个以上 看错了 暴女 暴女 暴女杠 我是暴女 想可以倒是死几次 啊 弹幕上就已经在研究我的死亡了吗 也是对面水友不会针对我吧 别来啊 我打不过了 刀尬的 老害怕了现在 暴女杀 你别说了 哥 他这句说完一会儿下一波就来了 我已经想象到画面了 啊 我是刀尬的 现在我很慌 好 我来死了吗 刀尬 还好 暴女去了 他这波不被点燃烫死好像也被暴女杀了 这里我们感觉可以卡个6 怎么说 卡6感觉 说法 假装偶使5级 看他会不会上 躯着7是不比 暴女杀装 可不可以 暴女杀装 还不可以 还不可以 暴女杀装 人已死 飆已亮 我们的蓝刀最闪亮 W闪QI 一手点燃直接带走 死亡闪现 他这不在跟我拼反应去了吗 他在毒我的一个速度快还是他的速度快 很明显 我赢了 慢点慢点 我的队友 压力巨大现在 死太快了呀 哥几个 而且你们要知道刚才这套连招里面细节带满了 我能说出三个细节 大伙可以猜一下是哪三个细节 找一下 找一下 你注意到这个细节你后面对吧 按照我这套细节来 你的各方面的 连招啊什么的 可能会很好 好高 击飞 完了 哎 打呢 压力巨大现在 OK 我先说两个 主播先吃那个加攻击力的药 这个369第二瓶要加攻击力的 第二是我们W闪QRA过去 先A 点燃先不挂 虽然我们中间那个速度很快啊 但是我们中间是有 参加这些细节的 打我先说这两个 OK 还有人发现了 W先破骸骨 对 破完骸骨之后我们一直打甲斗往前走 因为他在跟我拼反应 所以你第一时间如果直接上了 打一走上去直接上 那基本上他就反应过来了 我们是第一时间假装上 其实我没有上 最后他才跑出来跟我打 不能太着急 好吧 得虚晃 啊 这 你还不回吗 哥 怎么为什么点火不给 点火给了之后二段阿辉不会飞到他脸上 你要先 大招的原理你要先知道好吧 大招的原理是你先大到 开大之后Q到人或者A到人 才会跟踪过去 如果你在开了大招没A人没Q人的同时 你挂出了点燃 那这个大招会回到你身上 对吧 这一秒钟时间 今天就是发生了这么多事 磨的办法 无处可藏 这吧 希望很大 啊 只有傻瓜 小心 不用怕 不用怕 OKOK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你小心 老鼠没去啊 老鼠有可能蹲人再杀一地呢 完了 刚说 格温都去了 这波AD死的不冤了 稳住心态什么剧都能翻 炒车兵回家 这把质量很高啊 没事 没事 让他来 主播什么时候去三鬼园区 主播 我只能跟你们说 主播未来几年都会继续直播 像我们现在的吧 过年生病我都没休息 按这种强度 我会一直保持下去 主播在直播 咱们来日方长细水长流啊 未来能合作的时间 机会多的是 带我点点订阅 无处可藏 感觉到了这个画面 但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算了 我先不说 因为对面在直播经 来个董哥说一下我们这把阵容的弊端是什么 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诶 诶 呜呜 卧槽 有眼的 妈呀 妈呀 有眼的 有眼的 哇 太吓人了 你们都知道吗 OK 当不上都已经说的一心二手了 卧槽 卧槽 这把弊端也太多了 兄弟们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这么难 我就发现了一个点 你们给我指出五六个点了 我压力好大呀 这五六个点好像还对 卧槽 突然发现好难打 你看 兄弟们 刀尬的 我都没发现一点 大幕都能发现 你就知道直播间的水平有多高了好吧 你要知道现在对面王者宗师各种 都是上千分的 对面王者宗师各种 背面也是直播间水咬 被他逮到了 我好在刀盖的防盖盒还可以 无处可藏 完了 他们好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没有机会了 我好在刀封 哎呦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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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 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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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干干干干 兄弟他没去他没去,刚才小炮miss了 先杀辅助,因为我们杀的是AD的话,护甲鞋我会杀不死,然后风女会一直控我 QG飞我,大招吹走我 给小炮回血 而且小炮等级比较高,血量比较高 风女没有等级 哎呀 哎呀没必要啊 这波机器来,这波机器不来我也能杀 没事 这波连招,刚才杀疯女的连招是W闪QRA W闪QRA,这一招连招要学会啊 W闪QRA在外加一手点燃 点燃最后放 这个东西熟能升强就好,我现在说出来这么麻烦的连招,其实我们一秒之内 0.1秒全打完了 熟能升强 按键再多,我们也是0.1秒打出来 诶,别碰了 我从不妥协 是 事实上 专门 哎呦我刚没说的点对面好像都发现了兄弟们 你看看对面的出装 干嘛呢 分给你们了 这把我说在巨南 老男了 主播这把其实也被钉钉了很久他们一直抓我只不过我反杀了 想想这把怎么反制吧 草里有甲子 我现在先攻不能被破,我要裁个甲子先攻就没了 哎呦我这为什么会在这放眼啊 你刚刷完哈马 刷我了 买射 买射 抛起来了各位 美好美好美好 我走了兄弟 下路来了下路来了 没错我找机会反伤 大招隐身 回头一个W闪近在AQ 新弓被破了兄弟们 吃吃吃吃 算了算了 他们怎么敢的呀 这要不这刀盖了他们不会这么玩兄弟们 为什么呢因为他其他两个队友都死了其他三个人来下路那大龙不掉吗 我们这边也是没想到你知道吧 我们这边要想到然后我的队友反应一下可能他们龙就没了大龙一掉卧槽直接翻 这多少有点 有点意气用事了 主播也想不到他们可能会来 我想到会来但没想到这么多 基本上大龙那边没人了刚才 按照常理应该是不会这样的 这波我也死在这个 常见游戏理解了 完了 兄弟兄弟 现在不着急 这边 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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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可惜 老鼠祸了 我说实话能打吗 感觉祸有点难啊 小炮没来 老鼠应该来不及 你走呗兄弟 哥们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老鼠 深呼吸 深呼吸 宝炮 这波没双招了 剩所谓枪打兔头鸟 不过这把队友很强啊 对面盯上我了 他们就能站出来 主播就拍一个什么画面 你们知道吗 就我被盯着 我一直被盯着 然后队友又提不来 这样那总是最难的 这把队友说实话很OK 咱们前面对线可以防住 后面打团说实话就有点没办法了 后面打团 说实话最多只能坏 除非我有闪 有闪还可以操作 这条小龙可以拿 这是龙魂啊 不拿的话有点 我不是 OK 打残了 去拿龙去拿龙 好啊 这把让我感觉到了有一种质量的感觉 好吧 双方说实话 博弈都没停止过 20个2比20 现在我们经济应该差不多 就差了大龙的经济 再来两个真眼 现在买一把长剑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 不用买长剑 我一伙只买大剑 这个时间段的 几百块的装备就不要出了 不如一个真眼 真眼还可以保我一命 老鼠可能会来 老鼠可能会来 他们这把玩法我已经看懂了 他们不会管别的 如果给我给我给他们抓我的机会 他们真会抓的 这一叶刀神神送出了超粉卡 开塔呗 要不 到处是甲子啊 啊 家不要啦 兄弟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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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忙了吧哥啊 拆两座 拆两座 可以 这波庄长起飞了 不能给庄长中发育啊 上二塔700块 高地450 nice 现在运营就好了 感觉 多指甲 看他的出动好像出反甲是吧 那个加一处的 只有少多 挖手 让他跑 没想到这边就给压力了 哎呀 陣容的缺陷要出现了 马上勾一下 全杀全杀 这口奶 大招 收集者为什么没斩掉 那个血量早就能收集了呀 打罢了感觉 哇兄弟们不然一波了 这小炮活着可能是个伏笔 好像也不能没小兵 兄弟别搞得那么惨 小心小心 大龙应该没事吧 好像不是没事他们一定在打 先杀俩先杀俩 拉扯一下 拉扯一下 龙可以给人得留下 干他 击飞接Q AQA亵渎 压起身 AQA打被动 W挂场 真焦灼 挂着吧 哎呀那阵容的伏笔要出现了 我已经看到他们出的装备 有点压力了 有点伏笔了 有什么波才会被与你之心 好治疗 卧槽 这么关键 不过两边都是好像是 他也被拿了一口 有点变成了 给我把攻击 用手他则被拿了 有点变成了 根本是他的戈 进行 一路上 很快 还要有什么 部门子 beam 还不准备 灰子 线 他也没特别 在离 他也不能寝 等我 学生 行 你 死了 这就是导嘎的,兄弟 来射 要懂得随机一遍,光沟是前面打作用的 现在他们出肉了,我弯钩也没用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弯钩换成塞瑞尔达 因为现在他们护甲上来了,我没有塞瑞尔达的话,我杀不了任何人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我们就买什么 现在现阶段的话,我需要穿透 我把弯钩卖成装斗 拉个刀,大招 W闪现一刀,一个亵渎,直接拿下人头 我一拨 细节 决定成败 王者 绝非偶然 OK 怎么说兄弟们 拿下 稳住心态什么局都能赢啊,虽然我们这把开局 团队是劣势 阵容上有缺陷,我我现在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结束了 啊 啊 我们下期再见